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小低 再盘一下震荡 那从这个技术性来看的话 之前就跟你提到过 家庭指数不到1000亿的量 你要叫它一次冲高是比较困难的 对不对 在这地方 前波高点你要让它有一点时间来消化 这个福尔 消化这个麦压 那这重点不是在这个家庭指数 重点是跟你讲过是肋骨的一个轮动 那上个礼拜先跟各位预告的航运族群 你都看到了 对不对 会不会很高兴 恭喜你 那是探长的工作 那现在呢 大家可能比较 比较觉得困扰的是这个 国内的政坛的一个变化 现在政坛变化 这几个重大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现在呢 挺王派出手 何事公投喊撤 这个问题 其实国内这个政治 我们不是想花很多时间去谈 探长有一句话要讲的是说 这个南韩会不会因为说 台湾在乱了 台湾这个政局不稳定 要不然我们南韩 这个停下脚步等台湾好了 会不会 不会啦 这个 就讲那个日本好了 安倍会不会说 这个台湾是我们这个好朋友 这个台湾这个政局在动荡 要不然我们这 我们日本的经济改革 那个慢一点好了 我们等一下台湾的脚步好了 会不会 不会啦 所以我要告诉你 这标题讲得很清楚 稳赚的国际的闲潮 国内的政治动荡 其实这个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 这个反而如果没有政局的动荡 大家还不习惯 还没有笑话可以看 所以建议你投资朋友 笑看台湾政局 那为什么探长要跟你讲 笑看台湾政局 因为国际的潮流 不会因为台湾停止 这个轮动 国际的资金不会因为 台湾的这个政局 而什么 停止移动 所以国际资金你要掌握到 所以台湾人有这句话 只要四个人两个 对不对 今天探长请出我的偶像 德国股神讲过一句话 财富藏在机会中 机会躲在哪里 历史 红流里 我们从前任的一些智慧的结晶 我们找出一些蛛丝马鸡 做股票呢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出那么困难 你要看的是国际资金的潮流 那现在呢 很多投资朋友一直问探长说 探长这台北的交易指数 什么时候要冲上去 其实你不要去看台北的交易指数 你要去看国际的资金的潮流 他很跟你讲过 QE的退场 它不是金融危机 但是呢 这个成交量的缩小是事实 那为什么成交量会缩小 我跟各位讲过 你要看美国的公债的殖利率 美国债殖利率 特别是三十年起 三十年起他才跟你讲过 三十年起的duration 存续期间比较长 所以他的利率敏感性呢 比较大 已经来到了将近四个percent了 换句话说 简而言之就是什么 市场上的资金的借贷成本 往上升的时候 大家不想要乱借钱 那不想乱借钱 这市场的 股票市场的资金会萎缩 所以你会发现呢 交易指数呢 一直都什么 都不到一千亿 都不到一千亿 所以不到一千亿的情况之下 这个点呢 826这个点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因为量能不够 你就要什么 分次攻击 不能一次攻击 他不可能一次攻击 他只能分次攻击 再加上台北股市这个政局的动荡 你会觉得台北股市很难做 但是如果你听探长的话 你会觉得 国际的潮流 还是一样稳稳的在流动 稳稳在流动 所以说呢 投资朋友 你看一下 探长跟你讲过的 二六族群 运输族群 对不对 是不是跟你讲完之后呢 就开始什么 发动 如果从长期的眼光来看的话 他是不是在一个什么 长线的一个低档区 二六运输族群 是在一个长线的低档区 那而且这整个族群呢 是一个国际资金聚集的地方 因为国际资金不会看你台湾的这个政局 国际资金才不会管你这个 台湾这个总统府跟立法院之间一个argue 不会 他看的是什么 国际资金看的着眼点就是趋势 潮流 BDI指数会不会因为说 这个国内台湾的政局动荡 就说BDI指数干脆不要涨了 会不会 不会啦 对不对 所以同志朋友很清楚 那这个cap size 以及这个penamax 曾经跟各位讲过 重点是这个cap size cap size海家型 其实早就创新高 所以重点是在什么 散装航运 所以你发现 二六零三的这个长红行 二六零三长红行 他就没有散装航运那么强势 但是他也是一个攻击点 没有错 二六零九的这个杨敏呢 他什么 昨天散装航运大涨 但是呢 杨敏是留一个上一线 他是比较温吞的 他是比较温吞的 那什么地方可以买 他怎么会告诉你 那现在重点是在二六族群 二六族群的运输族群 又在重点在哪里 在散装航运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二六一二的中航呢 连续大涨 对不对 看一下走势图文就很清楚 二六一二的中航 对不对 像这种cap size 但是 就是他怎么跟你讲的 从国际的趋势 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二六零六的 大牛呢 这大牛呢 育民 对不对 育民是很强势 你看他的走势图 就很清楚 对不对 今天还创这一波的新高 所以资金往哪里走 我们就去那边等他 国际资金的潮里 不会因为 台湾的政治的动荡 而停止他的脚步 所以台湾一句的 前四脚 几四脚 人两脚 你不要去追钱 追钱太累了 你要想办法让钱来追你 但是你要让钱来追你 要知道他钱要去哪里啊 你去那边等他嘛 守住待兔会不会 我做国会不用那么累耶 不用去追什么 那个强势族群 不用去 哎 那个追涨停 只要等他 对不对 那你怎么等他 探长跟你跟你讲过的 美格 美格 美格就是在哪里 美格在这个点位 从技术面来看是这个点位 所以探长带你买的 航运竹 航运竹 你是不是在这个点位切入的 很多股票都在这个点位切入 是最好的切入点 这个我们已经讲N次 N次 N呢 N是很多次的意思 好不好 那重点 那重点 重点就是 国际的潮流 你会把把握住 几张这个 重点的这个 政策的变化 你要知道 比如说 这个跟各位讲过 从明年开始 你只要吃这个重有的船舶 Happy oil 你吃重重有的船舶 你不能允许在什么 在欧洲的北海跟波罗地海航行 对不对 什么时候的消息 什么时候的新闻 诶 今年8月呢 8月16号的新闻 那散装行业什么时候开始涨的 上个礼拜偷偷偷动 这个礼拜喷出去 这探长没有帮你掌握第一手的消息 确实要看这么多新闻 这么多消息是比较累 但是探长乐在其中 因为帮会员朋友赚钱 就是我的荣幸 那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另外呢 探长帮你掌握到 中国大陆政策的变化 这政策为什么很重要 比如说欧洲 我跟你讲过欧洲 欧洲这个重油的这个船舶 不能航行北海跟波罗地海 那他势必要做改装 不然他就要淘汰 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那先来看一下 除了欧洲的法规有变化之外 中国大陆法规有变化 对不对 你看 中国大陆的交通部 要促进航运业的转型 升级若干的意见 做什么动作 淘汰老旧运输船舶 优化运力结构 而且在2015年年底之前 要鼓励什么 鼓励老旧的远洋 还有沿海运输的船舶 提前报废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在向上提升 但是台湾在自乱阵脚 比较可惜 中国大陆的这个环保法规 跟他的这个行业的竞争力也好 其实都要进步 所以探长蛮忧心的 台湾的这个脚步这不加快的话 真的人民要向下沉沦 那重点是 投资朋友 国际职业的潮流你要把握住 这个 立法院不会 发钱让你养老 立法院不会呢 帮助你小孩子去出国流血 不会 所以你要向上提升 你要由贫而贵 靠自己 对不对 所以政治呢 笑看台湾政局 探长帮你掌握资金的潮流 对不对 这个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 他在什么 他早就发布说什么 提前淘汰国内航行单可邮轮的方案 这探长早就帮你掌握住了 这探长早就帮你掌握住了 对不对 几个重要日期 2011年1月他就在淘汰一些老船了 2011年 单可的邮轮 他就在淘汰掉了 因为单可的邮轮容易造成触礁 触礁容易造成什么 河川海洋的污染 那单可的邮轮淘汰掉 船变少了 是很简单的common sense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再几个重点就是什么 26周年的船 会加速淘汰 船舶太老的 加速什么 退出这个市场 所以这个 航运族群就很清楚 它是国际资金潮流的一个重点 因为供给也减少了 然后呢 需求增加了 运费呢 往上看 所以不得怎么操作 我们休息一下 利用广告中的电话 直接征询探长的这个助理 会告诉你怎么跟探长来操作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的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的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杀了一个我 做好环境清洁 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格勒的威胁 啊 毁了我的家 就没有钱钱换换个我了 顾得投顾蔡老师 纽约市大金融硕士 十年股会债投资经历 蔡老师提醒您 会责吃的拼 金戏咖 郎能咖 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 带您看短资金潮流 著作标股密码 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 纵观点线面 帮您掌握成功契机 蔡老师强调 证据到哪就标到哪 带您掌握证据 慎选时机 速播022579 1155 控理英雄7Q 1155 女同学 你有认真照顾你的头皮吗 蒙法566洗发精 天然氨基酸系 不刺激 对头皮很健康 还有蓝欧蓝液及金浆精华 帮你把发根 头发丰厚 很漂亮耶 我要把你拉丢丢 是蒙法566 把你拉丢丢 顾得投顾蔡老师 纽约市大金融硕士 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 蔡老师提醒您 会赢吃的拼 精细咖 狼能咖 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 带您判断资金潮流 著作标股密码 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 纵观点线面 帮您掌握成功契机 蔡老师强调 证据到哪就标到哪 带您掌握证据 慎选时机 速播022579 1155 控理英雄7Q 1155 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 泰式绿咖喱火锅呢 南洋绿咖喱虾呢 泰式料理轻松做 古胜绿咖喱新上市 古胜绿咖喱 顾得投顾蔡老师 纽约市大金融硕士 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 蔡老师提醒您 奉质值得担 金细咖 狼能咖 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 带您判断资金潮流 著作标股密码 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 纵观点线面 帮您掌握成功契机 蔡老师强调 证据到哪就标到哪 带您掌握证据 慎选时机 速播02579-1155-1-2-0-7-Q-1-2-5-5 西海漁游 POA EPA DHA AAA健康圍游 新海魚油が一杯取れる POA AAA健康圍游 老葉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朋友 今天国内政局动荡 但是国际 不会因为 台湾的政治乱象 而因此而停止它的脚步 举例说 举例而言 你看叙利亚 叙利亚同意 交出化学武器 然后石油 黑金跟黄金都大跌 所以国内准备开战 国际准备停战 人家国际在准备停战 对不对 所以这个趋势呢 你要先掌握出这个国际资金的趋势 那黄金也掉下来 黄金就探长跟你讲过 1400块 美元每盎司的黄金 它有压力 那原油跟你讲过 112 都原油有压力 对不对 原油有压力 黄金有压力就是什么 这个战争呢 打不起来啦 因为钱最聪明 所以称它为 smart money 你可以称它为 hot money 热钱也好 有钱人最聪明也好 重点是什么 这国际的资金的动向 你要掌握到 对不对 那因为市场上的资金 就只有一套 所以你看台北股市 要动来动去 轮来轮去 对 比如说上个礼拜跟你讲的 生一族群 你去追高的话 你占不到便宜就杀下来 有没有 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 那拉回什么时候可以买 生一族群什么时候可以买 一七族群 什么时候可以买 你要让它震荡完毕 对不对 那现在资金轮动到哪里 轮动到探长跟你预告的 二六的族群 对不对 你看今天呢 运输的指数还在什么 还在强势 对不对 所以很多股票呢 探长跟你讲过 这个个股的轮动 就是什么 类似这个主角 换人做 所以你要知道 德国古城讲过的话 这个时代的变化 里面会藏着什么 致富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告诉你 财富藏在机会中 机会躲在历史洪流里 历史我们都在写历史 我们都在写历史 我们在等机会 我们都在找机会 但是 你找到了吗 你没有找到的话 探长帮你找到了 因为探长拿着望远镜 帮你看国际质运动向 黄金呢 一千四有压 石油呢 美国的纽约清元有 一百一十二块有压 我之前就节目上跟你讲过 对不对 那现在呢 你要注意到 国际这个 供给跟需求的变化 对不对 克斯坦尼 探长的偶像 德国的股神 告诉你什么 一切取决于什么 供给和需求 我全部的证券交易理论 都以此为基准 德国股神看的是 市场的供给跟需求 所以探长呢 我们效法德国的股神 看的是市场的供给跟需求 所以说在2008年 探长带着会员朋友 做空航运股 2008年哦 探长2008年带你放空什么 四围航 那时候有跟着探长放空四围航的 很清楚 带你放空育民 对不对 点线面写的很清楚 所以市场最有资格 就好像市场的游览车 就像市场上大街小巷的小黄 经营车司机一样 如果小黄很多 这个经营车司机的生活不好过 抢生意 对不对 你看一个街角 十字路口一个转脚 哇 两台经营车同时抢一个客户 同时抢一个乘客 很危险 对 所以海运的市场去做这种动作 当大家竞争纪力的时候 就杀价竞争 所以2008年波罗D的指数 从11793点 掉到剩下663点 11793跌到什么 那11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探长有资格带你什么 2008年放空闪中航运股 现在探长呢 做有power带你做多航运股 所以你看到 玉敏今天又创这一波的新高 2612的中航并不广角 对不对 连这个2603的长龙航 2609的阳明都不寂寞 只是探长跟你讲过 货贵会比较温吞 因为什么 因为重点在cap size 重点在海甲型 重点在散装航运 而不是货贵运输 对不对 那证据呢 我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证据包括 这个 中国大陆 在什么 在淘汰老旧运输船舶 所以呢 供给往下掉 就像小黄呢 进行之间变少了 就像游览车变少了 游览车变少了 运费会提高 租金会提高 市场上国际的船舶变少了 运价会往上调 对不对 所以他想从供给跟需求 从德国古城 可是从哪里 在明眼跟你讲 对不对 包括呢 欧洲也在淘汰什么 一些重油的船舶 对不对 欧洲的这个 你只要使用这个重油 Happy Oil的 你就不能航行哪里 欧洲的北海跟波罗地海 对不对 这是国际海事组织 IMO的最新的规定 所以简而言之 一言以蔽之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什么 供给在下降 中国大陆在淘汰老船 中国大陆在淘汰 丹可的游轮 欧洲呢 在淘汰 这个吃重油的这个船舶 那代表什么 市场重新洗牌 市场的供给呢 价格呢 up 所以股价呢 up up 对不对 所以投资朋友很简单很清楚 对不对 中行为什么凭什么这样子标 2606的育民呢 凭什么今天在创新高 对不对 2601的这个 一行凭什么 凭什么还是维持强势 对不对 很清楚 对不对 他就是要复制 这个2640这个故事 比如说 投资朋友 大车队上 是不是跟你讲过 是不是 先杀再震再拉 一杀二震 三拉台 标翻天的 标到你不敢相信为止 大车队的这个标涨 只是因为一个政策的改变 对不对 什么政策大家都很清楚 大车队因为这个酒驾 就可以禁止觉得 可以长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你看到这个国际的 规定的变化 国际法规的变化 中国大陆淘汰这个旧船 你就很清楚它会长什么样子 只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切入 不知道怎么 封闭拉回买进 赶快 找个机会 希望大家超纯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无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病资付投资贡献 这是我 以前的我 这是我 现在的我 蒙法让我年轻很多 蒙法生法液含百分之五 米纳西条 活化毛囊 促进生法减缓落法 蒙法是我生法的好办法 蒙法生法液 你可以试试 吃宵夜 让你有罪恶感吗 走了 我们去吃宵夜 吃宵夜会有罪恶感耶 放心 有秘密武器 双剑茶王 我们的救世主 随时消灭罪恶感 这下有救了 油腻甜腻双杀 双剑茶王 I can 顾得投顾蔡老师 纽约市大金融硕士 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 蔡老师提醒您 会赢吃的拼 精细咖 狼人咖 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 带您判断资金潮流 著作标股密码 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 纵观点线面 帮您掌握成功契机 蔡老师强调 证据到哪 就标到哪 带您掌握证据 慎选时机 速播0257-9 1155-9 1155-9 1155-9 Relax in your ecosystem 无水 缅电 亦菌亦臭 凯撒Waterfree 绿能科技 无水变斗 凯撒未遇 顾得投过蔡老师 纽约市大金融硕士 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 蔡老师提醒您 会赢吃的拼 精细咖 狼人咖 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 带您判断资金潮流 著作标股密码 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 纵观点线面 帮您掌握成功契机 蔡老师强调 证据到哪 就标到哪 带您掌握证据 慎选时机 速播0257-9 一一五五 空一一五七九一一五五 身体没能量 就像甜美两位 诶 这是我的手